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象征性的说法了 就是我们俗语讲 一粒老鼠死坏了一锅粥 的确是愚昧和智慧 本来就是一个对立的主题 传道书花了好多功夫来讲 愚昧和智慧的对立 鼓励人要做智慧人 不要做愚昧人 第二节说呢 智慧和愚昧的对立是什么呢 智慧人的心居右 愚昧人的心居左 这个不是讲生理上 我们的心脏偏左还是偏右 是指智慧人的心带领智慧人 向右边走的话呢 那么愚昧人的心就会相反了 带领愚昧人向左边走 左右也只是一个对比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愚昧和智慧真是天壤之别 那愚昧的人和智慧的人 怎么样的在人生过日子之中 带来不同呢 又有些什么原则呢 后面的经文就教导我们了 第五节说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 似乎是出于掌权的错误 祸患来了 为什么有祸患呢 因为人生会有错误 错误在于哪里呢 站错位置就是一个错误 譬如第六节 愚昧人立在高位 富足人坐在低位 然后呢 第七节说 见过仆人骑马 王子却向仆人在地上步行 有时候居高位的 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人 那这个谦卑的人 不一定是最蠢的人 这是日光之下真实的情况 就是站错了位置了 那后面第八节呢 就讲到挖坑的会掉在当中 这个挖墙的也会被蛇咬 等等的这些描述 是当时的生活情况了 那意思就是 在人生中 正确的一些形式 也会有意外的 意外是没办法完全避免 那这些意外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第十节说 铁器盾 若不将任魔块 就必多费力气 意思就是 虽然我们会有意外 不过假如我们用智慧的过生活 譬如要修东西的时候 先把工具预备好 那这样子呢 工作就容易做了嘛 意外就可以减少一点了嘛 等等了 那么十一节说 卫行法术已先 蛇若咬人 后行法术也是无异 这里所谓的法术 不要以为是什么 邪魔妖法啦 就是用一些方法 驱赶蛇啦 上面不是说 这个拆墙壁的时候 会被蛇咬嘛 在那个年代 这些墙壁都是土做的嘛 所以很可能有蛇洞啊 所以呢 要用一些方法 先把蛇赶走 假如你被咬了之后 再用这些方法 当然就无效了 意思就是 用智慧减少意外了 人生是会有意外的 但是基本上 有一些智慧的做法 可以减少 不只是刚刚生活例子 什么拆墙啦 怎么样的挖坑啦 其实其他的言语上 也是如此啊 所以十二节就说了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嘴巴是可以说话的 说恩言就能够帮助了 那嘴巴也可以吃东西的 不过愚昧人啊 不是吃东西 吃了自己啦 意思就是 愚昧人自己 害了自己啦 是不是啊 那后面的经文十四节 愚昧人多有言语 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 说了话不知道什么后果呢 他深厚的事 谁能告诉他呢 一言即出啊 四马难追啊 所以语言的智慧 可以减少意外了 那么后面就继续探讨 愚昧人会怎么样的 面对这个领袖 愚昧人在邦国之中 要怎么样的学习 要怎么样的学习有智慧 再来十八节就说了 因人懒惰 屋顶塌下 因人手懒 防屋低漏 这个是用生活的比喻来讲 智慧人就是一个勤劳的人 愚昧人就是一个懒惰的人 所以懒惰就带来生活 许多不便 甚至许多祸害的来临 那么传道书就告诉我们 在这种日光之下 生活要怎么样过了 那后面两节经文就教我们 百宴席是为喜笑 酒能使人快活 钱能叫万事应心 千万正确解释 在这里是说 领受上帝的份跟礼物 我们就好好去享受 上帝给我们有宴席 那我们就快乐地领受 在宴席之中 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份 上帝给我们物质的供应 那我们就善用物质的供应 于是我们就能够快乐地 来敬畏上帝 而且领受他所给我们的份 这是传道书教导我们 过日子的智慧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